英國的奧運選手從歐洲之星火車下車 他們是第一批來到巴黎的奧運代表團 我很興奮,我會有點緊張 但我認為有人會有 巴黎奧運選手村準備就緒 要迎接各國運動員入駐 對選手村管理者來說 要管控一萬多位選手的人流是一大挑戰 這就是我們的挑戰 就是管理沖流 我們會有14,250人住在街上 選手村佔地相當於70個足球場這麼大 其中建造了2700間公寓 有四成將在奧運結束後會變成社會住宅 將可以容納6000多位居民 電動車穿梭在選手村內 為了響應環保 選手村的接駁都使用電動車 街上是一個新興奮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電動車 你會看到一些避免燃燒機構 搬在夏季的奧運 冷氣也是很重要的考量 所有房間都會有一個下層的溫暖系統 可以減到外面的溫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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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郵輪上寫著Uber 這是Uber特地為了奧運推出的游和服務 一次游船大約一小時 會行進巴黎各個知名地標 包括巴黎聖母院和羅浮宮 旅程會離開每20分鐘 從巴黎的心中 當你到達到餐廳 你會得到一個信證 不只能欣賞塞納河美景 船上還有免費香檳 不過18號前的班次 一定滿28號將會有新一波的活動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